根据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权运动组织的研究 新冠疫情对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社区的打击将超过其他团体 这个组织的总裁阿芳索·戴维说 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成员受到感染的风险比较高 此外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当中 有40%的21岁以下的人群 自认为是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 戴维指出 认为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当中的许多人 是中产阶层或更加富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华盛顿居民斯拉瓦·雷文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失去工作 比较不远远的事 因为我和我的同性倾向群体 已经在下午中 伊格尔·巴基列夫斯基和他的配偶安德烈 在华盛顿两家不同的咖啡馆担任咖啡师 他们两个都丢了工作 人权运动组织的代表说 美国有29个州没有立法来保护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成员 找房子和找工作的权利 美国精英莫斯卡科夫 华盛顿报道 美国精英 June